面具或许是可以把战神全系列作品 穿在一起的史诗集物品 但聖塔莫妮卡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 在战神北欧神话两波曲里 给我们留下的众多问题中 面具到底是什么 可能是让所有玩家恐怖的问题之一了 也是我对于聖塔莫妮卡 在往迷运人转变的最大不满 游戏中奥迪用了无数莫名其妙的词语 来强调面具的重要性 知识 真理 命运 生于死的秘密 创世的真相 为神的本质 然而最终我们也没能搞清楚 面具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从哪里来 到底有什么用 但我认为如果不是因为 北欧神话系列被砍成两部曲了 面具应该有很重很重的戏份 甚至是一个有机会把整个战神系列 连接成一个宏大的 史诗集故事的重要物品 这期视频我就来提供几个 我的分析思路和各位探讨一下 面具可能是从哪里来的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手残的光纳麦克书 这期视频的部分理论 受到了油管痴名战神视频作者 Captain Cooper的极大启发 再次表示感谢 在开始谈北欧的故事之前 我们得先回到希腊 在《战神3》中 雅典娜的灵体 对奎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奎爷托斯不理解为什么雅典娜当初牺牲自己拯救宗师 现在却告诉他杀死宗师的方法时 雅典娜对他说 他已经成为更重高的存在 而现在的他看见了过去无法预见的真理 后面的故事我们暂且不去分析 我们来看看雅典娜所说的 他杀身成人后成为了更重高的存在 看到过去无法预见的真理 而这也让雅典娜真正成为了世人景仰的神 请同时注意这里雅典娜灵体的颜色 这里的雅典娜用到了一个词 更高的存在 或许当时你并不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曾广泛地存在于诺斯底主义中 诺斯底一词在希腊语中意为知识 在诺斯底主义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第一 在众神之上有一个至高的一元神 至高神全知全能全善 他代表着精神世界 他有预言的能力 拥有世界的知识和万物的真相 第二 造物将根据自己对于至高精神的理解造物 从而创造出物质世界 无论奥丁也好 咒诗也好 玉皇大帝也好 这些神都是地方上被造出来的 属于物质世界的夏季神 或者我们可以称他们为造物将的仆人 第三 至高神与造物将之间的纽带就是索菲亚 希腊语中智慧一词 由索菲亚成就了造物将 而造物将只有拥有了索菲亚 才能理解至高神的思想 然后根据自己的理解 带来物质的创造 可能我的解释不是非常的精准 但大体是这个意思 我们只要知道至高神和造物将 以及夏季神的区别 以及智慧是他们之间的纽带 就可以开始后面的分析了 同时在这里提醒一下 雅典娜有一个名号是什么神来着 智慧女神 然后我们回到正题 游戏中第一次出现面具是 奥迪说这是年轻时得到的 他付出一生都在研究它 他的一只眼睛 因为在没有面具的情况下 窥视裂缝而失明 你感觉不 happening 你感觉不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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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真实 所有真实 所有答案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们这里 学习 要改變我們的 fate 停 Ragnarok 或者救我們人 we love 怎麼? 我年紀大人 當我發現它 有時誕上研究它 追逐每個詞 毫無人的死 奥丁一再强调他希望通过戴上面具 窥施裂缝从而得到知识 真理以及神的真相 在原版北欧神话中 奥丁对追求知识有很强的欲望 曾在世界之术上倒掉自己 以取得卢文符文的知识和奥秘 也曾用一只眼睛换得喝一口智慧泉水 所以他也是知识之神 之前秘密尔的对白也提到过这段往事 因此奥丁这时是在欺骗洛基 说为了看一眼裂缝而失去了一只眼睛 他为什么要骗洛基呢 很多人猜测是因为他知道语言 他没法杀死洛基 这个面具可能是个陷阱 他一再故弄悬殊 就是想让洛基自己戴上面具死掉 所以游戏结尾 他也一再鼓动洛基戴上面具 但面具到底是不是陷阱 以及裂缝里到底是什么 游戏里并没有给出答案 我个人更倾向于奥丁 是真的在寻找关于他的真相 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台词 仍然执着于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同时为什么众神之父奥丁 要为了一个小小的面具 伪装成提尔 拿小匕首诈碍人 驱使自己的最强战力索尔跑东跑西 就连虽然万人艳 但对自己忠心耿耿的海默达尔死了 也无动于衷 根据游戏中给的信息 我们其实也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面具就是一个象征 象征着预言与命运 游戏中太多人 始于知道关于自己的预言 和想去知道预言 洛基在游戏最后 不去看裂缝中的预言 也是象征着对命运的抗争 但我始终觉得这样的奥丁 格局太小了 原本他们不是想这样讲故事的 通过游戏中给我们的线索 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面具是来自希腊的 有两点比较明确的线索 第一是洛基见到面具时就说了 这个面具上的文字不是九戒的文字 并且它念的那段对白是希腊语 第二面具发光的颜色和时空狭峰的颜色 与雅典娜在战争3中出现的灵体的颜色 非常的相似 仅凭这两点 我并不敢下结论 说这个面具就曾经属于雅典娜或者宙斯 虽然这么设计会显得很有史诗感 但不管怎样 这已经是游戏中最好的一处 有机会把北欧神话和希腊神话 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了 我个人非常的遗憾 这一点没人在游戏中展开 提到的诺斯底主义 如果我们把战神希腊篇章里的雅典娜 和北欧篇章里的奥丁画上等号 那我们就可以脑洞一些故事了 在战神系列的世界观里 和诺斯底主义一样有一个至高神 对于一般低位神如雅典娜 如果没有获得至高智慧 只能是物质世界里的神 也就是肉体生而为神 但并不是真正的神 获得了更高的智慧 也就成为了更崇高的存在 才算是成为了比肩造物将的 更高层次的神 因为直接获得了至高神的智慧 并可以洞见和预言世界的真相 对于物质世界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这也就是雅典娜嘴里的 看见了过去无法预见的真理 而奥丁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 得知了至高神智慧的存在 希望自己也能成为 如雅典娜一样更崇高的存在 虽然他捡到了面具碎片 却无法破解它 从而并不知道 至高智慧到底是什么东西 但我相信奥丁一定知道 至高智慧对它意味着什么 它的疯狂都源自于他对这个所谓 至高智慧的追求 否则完全说不通 身为众神之父 为什么这么丧心病狂 但是这个至高智慧是什么呢 虽然战神著神黄昏中并未提到 但是从战神3的结尾 或许我们可以窥见一些端倪 故事结尾 奎托斯再次面对雅典娜 雅典娜执意要拿回潘多拉河中的力量 并说是他把奎托斯造就成神 但奎托斯并不会使用神的力量 这里雅典娜说 雅典娜执意要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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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这种力量 雅典娜从这种力量 雅典娜从这种力量 雅典娜执意要执意 是希望 有信心 这种力量 隅到你身边 and the failures of your past when you killed zeus you must have allowed something to awaken him what was it kratos hope is what makes us strong it is why we are here it is what we fight with when all else is lost what was it kratos all i remember is what i have lost that is why you should give me the power i understand its true meaning and where it belongs i trust you to do the right thing kratos 那份力量是希望 奎爷是凭借心中的希望 一路杀神 而希望就是超越 现在这些神的 更崇高的存在的一种表现 假如我的这个分析没有错 那么利用面具 在时空裂缝中 窥见的至高智慧 或许也是类似的 那就是九届人们 对于幸福生活的希望 而不是奥丁出于私欲的 四处屠戮 同时这或许也合理解释了 我们为什么看到了 新战神故事中 奎多士的转变 虽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但在战神山中 他已经从雅典娜 和潘多拉的盒子里 获得了那份智慧 在北欧的杀戮 都是为了成就儿子 和自己活下去的希望 在游戏中不信任何预言 也是至高智慧中 最强的预言 其实奎爷现在 已经是和雅典娜一样 更崇高的存在了 只不过他不像奥丁一样 稀罕那种虚无缥缈的 众人崇拜和生死的主宰 所以虽然出发点 是为了儿子 但实际上拯救了九戒 而为神的本质 不真应该如此吗 不过我认为 即便有这神意识在这里 这个也不是奥丁 想要追求 至高智慧的最终目的 他的格局没那么大 而是另外一件事 奥丁作为北欧的神 为什么要关心 希腊的神 为神的本质 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 游戏中 奥丁对奎托斯 说过这么一段话 你活到现在 有受任何人崇拜过吗 有人向你祈求过吗 你能想象的份爱吗 为什么奥丁 要对奎托斯说这一段话 为什么他对于凡人景仰 和对他有所求 这么在意 这就得来说说 神是如何保持不朽的问题了 对于神话故事而言 神如果没有人信仰 就与死亡无益 越多人信仰 他的理论存活时间就越长 即便肉体死了 其灵体仍然长存 可以被世人信仰 给予世人祝福 从奥丁对奎托斯 说的这段话里 如此突出万众对他的信仰来看 他是非常在意自己的生命的 北欧的神 永驻青春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定期吃到青春之神 提供的伊登的苹果 没错 就是我们在游戏里捡到的那个 但在北欧神话中 伊登曾被巨人抢走 让诸神没法取得青春苹果 诸神开始老化 引起很大的恐慌 奥丁也是其中一员 但希腊的神略有不同 虽然希腊神话中 也有青春女神 但他主要给予凡人青春的祝福 绝大部分的神 自身肉体层面的不朽 是来自于他们的食物 这些食物和神酒的稀缺性 相对于伊登的苹果而言 更容易获得 所以对比北欧和希腊 绝大部分人会认为 希腊神话里的那些神 才是真正的不朽 那么来自希腊的面具 是否能够让北欧的奥丁 窥见希腊为神的本质 从而获得超越众神的 生命不朽秘密 可能才是这个游戏中 刻画的那个自私自利的奥丁 为之疯狂的最大原因 另外还有些有趣的细节 可供参考 在游戏中 我们发现面具碎片的两个地方 应该也是被刻意设计过的 九届中的火之国和物质国 也是九届中维二 在所有森林和世界诞生之前 就已存在的两个原始世界 火与冰是物质世界 存在的典型代表 这或许是想告诉我们 面具所对应的物质 是赵武将所使用的材料 是高于当下物质世界的存在 至于为什么在战神北欧神话片中 把接触智慧的途径设计为面具呢 最陡机灵 但非常好的一个说法是 在Jim Carrey的电影 The Mask里 那个搞怪的绿色面具 就是来自于洛基 而游戏中这个面具 也是在资金这部电影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联系 不管我现在是不是过度解读 也不管后面神他莫尼卡工作室 用何种方式来圆面具这个故事 是把面具设计为 贯穿战神系列的传承物 还是把获得自高智慧 作为他们对于每个不同地方 神话故事的独到解读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只要有办法把这些神话故事连起来 战神的讲故事水平 就能立马提高一个档次 正正成为史诗级的故事 如果按照这种讲故事的方式延续下去 我们所知道的神话故事里 有智慧之神的世界 都可以一路打下去 比如埃及神话 印度神话 直到最终 皆是那个自高智慧的全貌为止 只不过后面可能换个人来打而已 综上所述 奥丁可能想追求来自希腊的神奇 成为不朽的知识 其实也就是做饭的食谱 当然这只是开个玩笑 他当然也希望成为更崇高的存在 不过以他自私自利的性格 先让自己不朽 比什么都重要 于是我们前面看到 游戏中提到的知识 真理 命运 生与死的秘密 创世的真相 回神的本质 都可以用诺斯底主义 和希腊众生不朽的故事来壤阔 从而解释奥丁为什么会如此丧心病狂 但最后我不得不还是很遗憾地说 赞成诸神黄昏并没有给我们机会 去体验这样的此事集的叙事 可能他们曾经想这么干 但因为种种原因 三部曲砍成两部曲 导致故事有明显的断痕 希望他们最终能找到一个好的方式 把面具的故事讲好 同时把之前挖的埃及和日本的坑给填了 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首长的光头麦克书 也不关注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